那意面咱们现在做的什么品种呢 大叔第一道什么名字 那我们做一个意面彩胶钟 意面彩胶钟 听起来感觉很特别哦 来咱现在直接开始吧 好 大叔意面彩胶钟 用什么型的意面呢 我们因为是儿童节嘛 就各种小字母 哇你看一下这个字母 哇怎么样特别可爱 mwk e a b c d 你看这个小造型这么很可爱 我看看 你看看是不是很可爱 都是小字母吧 宝贝 认识吗 认识S 认识S k 所有的字母在里面都有 是吧 咱们今天一个字母意大利面啊 都准备好了 那咱还是要准备别的吗 呃 做这个彩胶意面中呢 我们要准备一点三文鱼 三文鱼 蘑菇 哇 然后呢 呃一个红辣椒 一个黄辣椒就可以了 三文鱼是吧 啊 然后这有什么这个是 这是口馍和香菇 口馍香菇 对 呃 那大厨这边还准备了 红色黄色辣椒 还有这个洋葱 对 嗯 那我们这个彩胶意面中呢 呃 是用彩胶来做一个成器 啊 让它做一个小杯子的一个感觉 啊 那很可爱 对 这个杯子还能吃 对 哈哈哈 然后呢 咱们就把 液面呢 蘑菇啊 炒好的这个液面呢 放到这个彩胶中里面来 哦 这样子呢 小朋友会感觉到 呃 哎 以前用碗吃饭的 现在怎么用辣椒吃饭的 他感觉就不一样了 真的好 很可爱很想动手 来大厨 第一步要干嘛 嗯 首先呢 我们就要煮意大利面 半糖在家里煮没煮过意面 没有煮过 老师煮不好 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意面煮的时候啊 你就觉得很烦到什么地方 就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熟 是 咱煮意大利面呢 我们买回来这个包装呢 他一般都会有一个提示 嗯 啊 9到10啊 在一个小角落里边 他会有一个 或者说在正面都会有啊 对呀 你看看他的包装呢 都会有这样一个 数字的一个提示 那这个数字的提示呢 就是让大家在煮面的时候呢 9到10分钟就可以了 哦 那通常来说呢 我们一些那种 块形比较大的一面 就是我们煮的时间呢 会越来越长一点 因为他的这个水啊 吸水的透气 透水性呢 会稍微的弱一点 它块大了嘛 然后呢 煮的时间可能会比它 标注的时间呢 要长 那大叔 咱一般煮面都是开 开水下的对吧 对开水下锅 那这个煮 硬面的话大叔怎么判定成熟 对 这是很投契的 就是它颤软没有硬心的 就可以了 咬一下 要吃 试一下啊 然后呢 在这个时间段里面呢 如果我们觉得啊 它呃 到了点了 那我们拿出来试一下 如果觉得还有硬心 我们可以再煮一下 没关系 是的 是的 好 那咱就在煮的时候 还要做点别的工作吧 大叔哦 那我们煮面的水里面呢 少加点盐和油 有点油 这是干嘛呀 大叔 哎 这样子呢 这个面和面之间呢 不容易粘连 那你炒的时候呢 那更容易炒开 然后呢 可以炒散啊 对理解 那不粘连的话 它才有Q度嘛 是吧 那咱现在水开了 对 水开了呢 把面放下去煮一煮 嗯 呃 棒不成都在家里 有没有自己做过意大利面啊 我每次做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 会太好掌握 这个火候 老是煮不熟 要么就煮大的 要么就不熟 在这自己做的那个汁也不好吃 是吧 其实很多人啊 如果擅长朋友的话 他觉得这个算是简单的美食嘞 但是对于不擅长的朋友来讲 就会有难度 比如说小细节是吧 嗯 其实比如说这个美食在做的时候 其实很多地方容易出现问题 比如说大厨 呃 比如说我们在煮面的时候呢 就是这个水的量太少 然后呢 它就会容易粘锅底 你看 哦 就锅底有粘上一层 对对对 还有什么问题大厨 那水就多了点 对 就是一般的水量呢 要稍微多一点 然后让它水的比例呢 稍微多一点 嗯 然后呢 要加个儿 煮的时候呢 加个儿吗 对 煮的时候呢 最好是用一个砂锅来煮 啊 它这样的锅内的温度呢 会高一些 哦 就是比较容易成熟 比较容易煮透 哦 理解 这样的轮闷它了 对 就是一个闷煮的一个过程 嗯 然后用砂锅呢 用小火就可以了 哦 闷着它 对 十分钟左右 那咱就处理其他的汁里面的料吧 大叔 对 那我们在煮它的时候呢 这个时间呢 也别闲着啊 我们把辣椒啊 把这些配料都准备一下 咱们呢 把这个辣椒的地方呢 先给它去掉啊 然后刀部要把它这个壤给它去掉啊 一会儿装一面的话会漏掉的 哦 顶要脱了 对 给它拖住 不然你那只是一个模具 它不是一个真正的钟 对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彩胶里面呢 给它做成一个锯齿状的开开口 有造型呢 对 然后呢 拿这个水果刀呢 往里进去 但是你这有点像切西瓜 你知道吗 刺进去就 哎对 类似于切西瓜 但是切的刀口呢 不要太长啊 啊 哎 你看大厨这个刀法啊 这个刀还是反着拿的 对 他是把那个刀刃朝上了 为什么这样子呢 那你要是刀刃朝里 你的会碰到你哪呢 手 会销到手 对 你看 我们平时在家里呢 也可以用青椒来做 人们这个彩胶的价格呢 一般都是青椒的两倍三倍左右 对 那造价会稍微高一点 但是偶尔的我们搞一次两次 应该还可以 没问题了 好 还有对 还有各种颜色的辣椒可以选择 是吧 你们喜不喜欢今天这个红辣椒 跟黄辣椒 我喜欢黄的 你喜欢黄的 那你呢 我喜欢黄的 黄的 OK 那红的我来吃 黄的你俩各分一半 好不好 哇 你看看他出现这个 很漂亮 美吧 宝贝 像牙齿 对 很像牙齿 鸟牙是吧 感觉很酷 哎 然后呢 我们把刀放到里面 把这个里面的这个籽啊 给它切碎 切碎 切碎就可以 哦 把它倒出来 太棒了 是不是 好 那咱们的这个彩胶钟 就算做好了 您看看 您看看 这确实这个钟 这里面你别说放意面 你就是放碗汤 他都没问题 他乐不了 怎么样 这个天然的餐具 好看好看 酷 哇 不酷的 真的 真的 好的 放在这里 大叔这个红色的也是一样的 一样的方式 嗯 那咱取辣椒中的时候呢 这个刀尖呢要向下 刀刃呢要向前 直接向下刺进去就可以了 然后呢 旋转30度左右啊 再刺下去 哎 回过头来 再转回来 再刺下去 这样子呢 哎 几次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连接起来了 到连接点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 拔出来 哇 漂亮 打开一次呢 它就成了一个 呃 这样带锯齿的彩椒中了 非常的可爱 对吧 那咱们那里面的磷啊 各位记得不是把它捅下去 把它去漏了 我们要在里面 对 在里面给它切出来 对 所以要用个小小的小水果刀 用水果刀 对 嗯 你看看 咱那个彩椒中就算做好了 对 嗯 那我们取下来这一块辣椒呢 也别把它弄掉了啊 我们把它用到这个 意面里面来 哦 把它切成小丁 然后咱这是一个配料 对吧 因为咱这一 这么意面呢 都比较小啊 咱们把它切成小丁就可以了 那大厨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 像咱们的香菇啊 口馍啊 都要切成小丁 对的对的 那我们的洋葱需要吗 也要啊 洋葱是在炒意面里面 最好最好的一味香料 OK 那我们就都切好 它炒出来呢 那个香味啊 非常非常的好 但是我们的大葱就不行 必须要用香葱 对吧 必须要用洋葱 OK OK 香菇呢 现在也给它切成一样的小粒 对吗 对啊 那我们这香菇买后来以后呢 把地板给它去掉 然后呢 给它切成0.5厘米 见方的小丁就可以了 你看咱的菜也切好了 面也煮好了 是的 那我们煮好的意面呢 呃 可以用浓水给它过一下 然后呢 加点油给它一拌 为什么要加油拌呢 大厨 加点油一拌呢 它面和面之间呢 就不会粘连了 哦 对对对 因为我们做一面的话是 要一边煮面 一边做汁 那有时候汁没做完的话 那个面就坨了 坨了 对吧 好 那面煮好以后呢 加点油啊 把它拌匀 那我们接下来呢 那我们接下来呢 就要把海椒中里呢 应该装的这些东西 给它炒好 好 来 好 那首先呢 要做的呢 就是煎三文鱼 三文鱼外酥里嫩 煎至火候可大有讲究 酸食能开胃 意面好搭档 一碗简单的油醋汁 让汇书的意面 酸甜适口 纯齿留香 那我们锅里呢 要放点油 然后呢 三文鱼我们要给它 先给它加点底味 一点盐 这个为什么要加点盐 对啊 这个干嘛呀 让它有点味道 然后呢 加点料酒 三文鱼呢 必须还是鱼 我们生的直接淋上去 对 还是有点腥气的 小朋友在这 不适合 不是恶生食 就是我们鱼呢 还是最好是熟的 然后呢 我们给它腌制一下 我们刚才腌好了 那三文鱼片呢 我们给它拍上干面粉 哦 放到油里来 煎一下是吗 煎一下 哇真可爱啊 这个过程啊 也就是把它要煎透 煎熟吗 煎熟 把它做成熟的 那为什么要拍粉呢 拍粉呢 它就不容易碎掉 啊 然后呢 它可以 里面的鲜味的物质呢 可以留在里边 哦 是是是 然后我们煎好了 然后再切啊 如果我们提前把它切成小丁了 然后再来炒 那就把它炒碎了 哦 有道理有道理的 那有没有拍蛋呢 大厨 那这个不需要啊 因为我们一会要炒的时候呢 它只是在里边提供一个完美的一个营养的大会在里边啊 因为动物性蛋白呢和我们一些蔬菜搭配起来呢 它才能够达到它一个完美的营养啊 而且像小朋友应该多吃点深海鱼之类的 都是一些脑黄金啊 抑制啊 还有一些 最好的游性 像五米嘎三之类的啊 对呀 都在里面 那我们都煎一煎 不喜欢吃鱼 不喜欢 不喜欢 不喜欢吃鱼 那宝贝你呢 其实我觉得你爱吃吧 我好好好一样 不喜欢吃 为什么不喜欢吃鱼 因为鱼里面太多的刺了 那如果这个鱼肉里面没有刺 是不是就喜欢吃了呢 是不是 是不是 是吧 今天这个鱼就没有刺了 那今天这鱼里面肯定没有刺 无刺的鱼 他是把刺已经剔除掉了 是吧 这叫五骨鱼 对的 那大叔问一下你啊 咱这边这个煎 煎到什么程度呢 把它煎熟就行 煎熟 好了 翻个面 可以了 熟呢 金黄色 对 很棒 那我们在翻面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锅已经热起来 鱼也已经热起来了 我们就把这个火力呢 调到一个内环火就可以了 这样你就操作的时候呢 不要担心它来不及翻面 手忙脚乱的 然后完全翻过面来以后呢 我们再给它把火力调整过来 理解 这就煎熟了 现在就可以了大叔 完全可以了 可以了 那咱们两面煎好之后呢 三文鱼就可以出锅 然后控油 好诱人哪 是吧 很鲜香 其实呢 三文鱼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吃了 然后如果小朋友在旁边呢 可以给他一点点让让他来吃 对 这样子呢 你做饭的这个过程呢 他也不会给你捣乱了 ok 有道理 咱们一煎好了 那么咱们就开始炒了 好 锅里呢 我们重新再放一点油 是 这个油的量呢 一定不要太多啊 10毫升就足够了 足够了啊 来 把洋葱放下来 先炒香 好 洋葱 这家我们总是这个炒不好这个汁儿 这个汁儿有的时候要一定要很香嘛 是吧 要厚实 今天呢 这个汁儿呢 可不是汁儿 啊 是什么 很很干松的 是干干的 基本上没有水分 那类似于炒菜了 对 因为他要往这个钟里面来装 啊 那你要是把它炒的啊 粘粘粘粘粘的 那种感觉呢 就不是那么清爽了 而且颜色呢 他也会比较有啊 那种混沌的感觉 是 是 那我们要给他来一些清爽的感觉啊 所以说也不需要什么酱油啊 什么也不要 番茄酱也不要啊 嗯 好了 那洋葱炒香呢 我们两种蘑菇先下来炒啊 炒蘑菇 这个蘑菇呢 我们下锅以后呢 略微炒一炒 然后呢 加上盖子给它焖一焖啊 差不多呢 有30秒左右的时候起来 把这个呃 里边的蘑菇呢 给它搅拌一下啊 避免它粘锅 那这个时间呢 我们把三文鱼切一切 哎 咱这要切成小碎丁吗 大厨 也是切成丁 但是不要切的太碎啊 哦 这样呢 按照你三文鱼的那个大小呢 切成一厘米见方就最好了 哎 小片的感觉 对 其实我倒觉得啊 今天这道美食的样 搭配很丰富 有菌菇类 嗯 还有鱼类 还有蔬菜 还有基础的穀物类 嗯 我们的面 还有这个面 对 所以你看 真的小朋友第一口下来真好 特别好 过一个健康营养的冲结 这样的美食不能错过哦 差不多呢 我们也就是盖两次锅 也就是说 嗯 四十秒到六十秒之间啊 也就最多一分钟 我们这个蘑菇呢 也就变熟了啊 对的 来 我们把这个辣椒放进来 调调味道 是 一点盐 盐来一点儿 盐呢不要太多啊 煮面的时候我们已经有了啊 五克左右 来点糖 糖呢可以适当的稍微多一点 你小朋友呢比较喜欢吃甜的东西 对啊 对 但是呢不要让它甜的像我们吃的大白兔奶糖那种啊 是 那就太甜了啊 那我们把它搅拌均匀 那所有的味道都拌匀了 那你感觉也都炒匀了 然后再把一面放下来 好嘞 现在就放进去了哦 哇哦 好k好萌的哦 那ODCD全在里面了啊 对的对的 好不好看 好看 哇你看这里面颜色就漂亮了吧 嗯 好好你觉得怎么样 很好 很好 真的好 嗯 就懵懵打 对我懵懵打 好 那我们辣椒呢 经过这一段翻炒的时间呢 它已经成熟了 对的 那咱们把三鱼放下来 三鱼最后来放 因为已经熟的了是吧 那这样子的它的焦香的感觉呢 会保留下来 如果说你提前下锅呢 会让这些食物的水分呢 把三鱼给它打湿掉 嗯 哎 这个这个猪要干嘛呀大叔这是 我们把它放到开水里面呢 给它溜一烫 哦 烫一烫 是吧 因为我们讲究呢 一个生熟要分开 嗯 虽然呢 我们不需要把它做熟啊 但是呢 我们要给它烫一下啊 最起码把表面的生水给它去掉 哦 那这样子呢 我们做出来 共加 小朋友们吃起来不会有问题 我理解理解 好嘞 好 来 然后呢 把我们炒好的这个意面呢 哎 装在这个小碟子里面就可以了 好嘞 来 哇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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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它可以泼出来那种感觉 就很 哦 没关系 没关系 很流动的那种吧 那它口小 它自然撒出来一些没关系的 对 然后呢 小朋友看起来呢 那也可以比较 比较有个回忆回线的感觉 比较卡通一些啊 但是您今天这道菜啊 充满着童心 也充满着对孩子满满的关怀 还有爱的美食哦 确实 好香 好香的 是的 想不想吃现在